告诉大家 将来是真会把这个钱 手收的钱 用在某一个地方 用在某一个地方 菩提事业 一定的 我觉得 我的这个 这个会命重要 我的身体重要 我身体也很重要 我的会命也很重要 我的这个命也很重要 我这个命跟我的会 大过于这些东西的 我真的可以入这个极境 其实你说Diamond 我什么东西都有过的 最好的车我有过的 最好的表也是人家供养的 我什么都有的 有车有表 有最好的房子 我可以 会用也 无力 我到那里旅行 都有人出钱 我住的 人家都是用最好的来供养 我还求什么呢 没有什么可以求的呢 我自己也证明自己 这个能够行于中道 行走在中道 能够自治 救人啊 就是最快乐的 救众生 救众生的会命 就是我本身最快乐的事情 所以想一想 还贪什么呢 有什么可以贪的 最大的贪 我都经历过了 世间上最大的快乐 我也经历过了 世间上最大的快乐 天上啊 这个光明啊 这个整个这个天堂 那个浮光净土的快乐 我也经历过了 这个入于极灭 这个佛的境界 我也经历过了 我还贪什么呢 所以最好的 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度化众生 大卫德金刚法 你要修持成就 也是一样的 你开始祈求 也是七谈 也修七谈 为圆满 那么你七谈 没有见相 你再修七谈 一直继续修下去 一直到见相 见到光 见到烟 见到火 这三个见 在你定中见 在你醒着见 在你梦中见 你都有相应的现象 记得你见到 马上跟他四门 这个就是口诀 你马上跟他有三门 也是这个存在 这个就是口诀 那么你能够得到这个 复法 跟着你的话 那你密教三大根本 根本本尊 根本上师 根本复法 你都没有舍离 没有违背 三密亚戒 你一定得到密教最大的成就 你只要有长眼心 你只要有长眼心的修行 你一定可以开悟的 记得哦 长眼心 出发心没有用的 出发心不是没有用的 出发心是很珍贵的 但是一般人要保持 他的出发心要变成长眼心 就很难很难了 刚开始的时候 你想舍掉你自己的生命 去为众生 结果到最后 你变成为自己 你不但没有为众生 只是为你自己 自私自利 你起了种种的颠倒妄想 这个是将来的这个夜暴 就是很长的 很不好的 会堕到三恶道之中 那么重新再起修就很难了 所以记得这个我们修密法 赶快守护你的三密亚戒 然后时时刻刻 很谨慎的 在你清静的行为当中 去修行 你只要精神集中 你的毅力永恒 护法 他会看着你 你求他 他当然知道 但是他要看你的心 你确实是真心的 他一定会来扶持你 你真实的忏悔 真实的三密亚戒 他一定会来的 佛一样会扶持你 菩萨 金刚 父佛 空行 诸天 他都会听令你 所以你修行 就是要记得 刚才我所讲的这些话 今天 传授 大卫德金刚 三密亚 大卫德金刚 不共法 大卫德金刚 种种事业 希望大家谨记 好好 想一想 欧妈妈 你不要被迷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